早自入冬了除了泡温泉之外 还要带你来尝尝暖呼呼的这个蒜牛肉 用台湾的温体牛呢当招牌 这汤头也是用牛骨来熬的 最特别的吃法呢 是把这个牛肉放在碗里头 用热汤冲来吃 清新牛肉产一直送 为了吃到最新的味道 老板选了在地的台湾牛来蒜火锅 温体牛肉一到熬了六个小时的汤头 同时上桌 汤头的部分呢有放了非常多的一些牛骨啊 牛肉啊还有牛油等等 下去熬制的 所以汤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 我们几乎有七成以上的客人 吃完以后汤头一定都会打包 加了牛腩后切牛舌 还有胶质丰富的牛尾 汤头会越滚越香 至于招牌的温体牛得这样吃 先把肉夹到碗里面之后 再用滚汤的高汤冲下去 那肉呢是呈现外面有熟 里面是大概五分熟的熟度 这样的口感呢会是最好吃 那就是因为它是新鲜 当天现在的温体牛 所以还有办法以这样的吃法来去吃它 烫到色泽粉红就能准备入口 喜欢重口味 还有热炒的葱爆牛肉 拿着台湾温体牛的优势 滑你的肉质 吃来又香又软 好 来宝宝